台湾男族正在卡达已训 英雅基预计10日报道 除为他日前国际赛资料照 资料照足且提供 记者卓家评论和报道 台湾男族后防大将英雅基腿部伤势治疗完毕 目前伤势恢复情况良好 预计卡达时间10日早上7时与球队会合 赶在12日包机前往土库曼前参与球队最后的训练 效力中超长春亚太的英雅基在球技尾声传出腿部伤势 英雅基当时在中国大陆看诊时 被医生告知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回到西班牙老家附诊 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确定将于10日抵达卡达 苏朝台义球员周定阳则于9日抵达卡达 台湾男族组成最强阵容 准备在14日课场击败土库曼 依照台湾男族例行性程序 周定阳 英雅基抵达卡达后 都将由医疗团队检查评估身体健康状况 透过基础的体检程序确保伤势无虑 应付接下来的训练 以及14日对战土库曼重头戏 9日是台湾男族球员的放风日 总教练怀特允许球员离开饭店出去走走 享受中东风情 今天就冰日 台湾男族在卡达体验中东风情 足协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